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心灵的健康是我们的重要 尤其养生之道 手中两心就健康 在矿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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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后 意味着当经过不断的生的时候 能量而最好的表现是 伴爱 而亲缘 这个是我们白羊的挂最后一句 最后一个谣 它用这个做总结 其实这句爱心是更能了心最好的 然后清净人德之人 这个就是跟我们灵性的体身 正能量的体身 这整个就是代表这个白羊挂那个总结 也是在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这个挂的挂词来慢慢了解 好 来 继续 一挂讲生命的遗养 即养生 挂词一开始就强调征集 意思是说 讲究饮食养生 要坚持君子的正道 才能有所吉祥 这是此话的根本原则 与其看人家吃什么东西养生 观疑 不如依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讲求养生 好 以 征集 这个 征这个字呢 在《易经》里头 它代表的是经经的正道 但是如果在这个期的前面加一个证 它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人 只要你按照这边的说法来做 兔是吉 那你叫真吉 那如果只有一个吉 前面并没有一个真 那就代表说 可能你古道歉挂了这个羊 你的当下 你按照这样子会吉 但是时过境迁都是别人未必是吉 所以真吉的意思就是任何人 你只要按照这样子来讲来做 那一定都是吉祥的 所以这两个意思其实都有 所以它这个真吉的意思 刚刚讲的 第一个意思就是 养生应该有一个正道 精神的正道 精神的正道就是天有天理地有地理 人也有人做人的道理 如果你根据做人的道理来做人 就变成了精神的正道 那在孔子来讲 那就把这个精神的正道 演绎出效果 与临时三康五常的轮发的 这个气体内涵 那这里呢 精神的正道就变成说 我们若爱永生 那一定有一个组合全地道理的 一种养生的方式 那种精神的正道 另外第二个意思真吉 就是说任何人根据这个 来过生活一定都是只能吃一吃 然后再过来观影 重点在这个观 这个观其实有两个意思 不只是看人吃 还要你要仔细地观察 哪些东西可以吃 哪些东西适合吃 哪些东西吃了也健康 哪些东西吃了也不害 那透过我们的眼睛 这是最直接的 你不可能把每样东西 都拿去化验之后再吃 等到化验出来 这个东西会坏掉 所以我们只能 我们变成我们各样的眼睛看 去挑衅 去挑衅 尤其 如果我们很注重阮生的人 那我们在挑衅吃的东西 当然不能只是看别人吃什么 你自己要分挑衅 你自己要分挑衅 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要素食 那素食也有分成再制品的 素料 还有大世界的杂菌外的天然的 那种传述的 那种叫做有机 有机萌作 有机萌作就是我们将来希望在日本做的 因为我们有有机萌园 有疫情勾品 那就是等着我们好好去跟您 那我们希望在日本能够推动有机 无毒的这种工作 那就是说很多更好的东西 自己要分挑 你要分挑的话 那你就可以吃出健康 不会挑 就算是素食的 也有人吃到血压高的 也有人吃到身体质状高的 干出问题的 胜出问题的 就是我们要会挑 会挑呢 当然就你只能从这个观 像我们在日本 只能从它背后的标示 只能从东西后面有一个标示的类似 日本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标示 在台湾也洗那个塑料 很多这样的标示 但是日本他们不一定来严格 有所不吃的东西 他都要标清楚成分 那我们就要去看 有时候我们在日本看不懂 就用Google 翻译一下 你要看 吃东西买东西先看 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 那你过完一面展 就是这样子 在日本人有趣 就是说你真的就叫做惯意 你是不是每天 你能到市场去买东西 你一定要先看一下 而且会挑好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吃的 跟养生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观影 这个观很重要 一定要用心的调性 要我们的眼睛仔细看清楚 那我们会挑什么 当然是挑天然眼睛的数学 这些很重要 要你挑 那我们除了自己会挑 还要交给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都是胎米素 不过在日本真的数学很好变 在日本 我知道欧洲有些大学 他们的餐厅规定 一定要有速食区 在日本大概长得到 所以我们现在在日本 用那个学院 那也是希望协助孩子 到日本临行的 至少他在我们的学院 读研学校的时候 他可以学会那些数学的 包括从栽种到盆株 这整个都要让他学会 那栽种要真正有机的那种栽种 那很讲究 跟你买的肥料有关 比如说鸡粪 什么鸭粪 牛粪 以前常常用这些 现在有机的讲究的 互动这些东西 甚至把那个 那个鸡的内肠 那个动物内肠 切切切 放做肥料的 那就很不好 比如说我们会很讲究 真正的有机无堆的价值来栽种 那也是人类未来 要往中去挖斩 吃 要你讲究 你要吃得很健康 然后再来 我们说自酒口食 就是自酒口食 就是要依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讲究养生 所以我们吃东西 就像医生在开药 他也是根据每一个病人的情况 那我们吃东西跟养生有关 也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 来调补 所以有些人 他每天早上有一副经历 他自己调补 身先的生活 等等这些 当然也很好 但现在人太忙了 我没办法做到这样子 但至少你要用自己的一个生活的颜色 比如说你能不能去三餐一吃的东西 像我们就觉得人如果太忙了 就随便 那一随便就是大部分就是外面吃 那外面吃就很难这样子 所以最好还是自己来调补 一切都是从自己做出来 用来调补一点健康 那如果更好一点是自己栽种的 所以现在每次到日本 我们菜要吃的菜 就是马上就拔来 就马上准备酒吃 很新鲜 就觉得非常好 好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白羊液 白羊液 那我们底下就知道 他比较重是心跟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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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这个移挂的挂石 你看他人字开头人字解线 所以跟大家讲到说 这个第一个谣就像杯子的盖子 打开才喝到里面的东西 然后那个杯子的盖子你要打开 会有一个圆圆的那一个你要抓起来 这个第一个字通常就是那个 代表那个东西 最后一个字解释 当一个结纹 这两个都是一样是人 所以可见你要知道他这个移挂的白羊 移挂他很重视啊 你要多花在他的心的养生 那这个是在好几千年前 写这个移挂的挂石的人 就是文王 他当时并没有到这个道理阐述出来 那这个是到了我们三十多年前 我们基工老师他在讲这个话 他直接把这个很重要的道理标在里面 所以可见他这里面就是 第一个很重视爱心 很挂肚 跟养生很大关系 另外 这里 性的基础 还有 显眼自耳更高预备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养生 所以真正的养生不是跑到一个地方去 而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去调整改变 和生活起金正常来养生 那这个是其中一科 另外 就是要理异和为贵 理应是做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那我们把这个做好 每个人都相处得可可气气的 可可气气的跟养生也有很大关系 所以这几个重点 再讲你的心灵上的养生 好来我们读一下 一位有德君子 养生手中真心康泰 心存仁爱已去除骄傲 行事一与合一 长导泰河 生活饮食遵循天地运行的法则 而且养生要从自己生活起居做起 说好不浩高路远 尤其让人犯爱众人 并精进仁德之人 所以人嫌泰河交往 从生活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情 还有生活的态度 还有那种对人的生活的对人的应对进退态度 这些都不养生意外 另外刚刚讲到说态度要多一点安心的辅助跟关怀 另外也要多清净仁德之人 这些呢 表面上看来我们发现这个白安卦所讲的 大部分是跟座人、主事事有关 那跟吃的这边倒是没有提 因为传统中意已经讲了很多跟吃的有关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是跟你的心灵杂木的扬生有关 所以我们写的一段一定要先白安卦要写起来 要不然你只会造成吃来扬生 身心灵的健康三成都很重要 那这个是跟心灵的健康三成的关系 好我们来看看这六个谣 六个谣代表六个雅齿的原则 好来我们一起读一下 要听闻好了 那个 你帮我再读一下 一起读 书九 顺耳灵归 光我我你 修 项曰 光我我你 义不足贵也 六二 约瓶 足心 余秋 云 真凶 项曰 六二真凶 行诗贵也 六三 足临 真凶 十年雇用 无忧欲 项曰 十年雇用 道大贵也 六四 编离景 古事丹丹 琴玉竹竹 无咎 项曰 编离之局 上诗光也 又五 无忧 居真凶 不可涉大川 项曰 居真凶 顺理从上点 上九 由于 立即 立社大川 项曰 由于 立即 大有 敬礼 我们注意来看 他这里有几个 像这个凶 真凶 都是非常不好 第一个凶是 大败朵银 这个朵银 就是大吃大饿 吃得太多了 所以你看他凶 暴雨暴食 对身体一定不好 再过来 第二跟第三 一个是行事类 一个是道大败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这两个都不好 这个行事类就代表说 我们日常的言行 没有注意 那不应该说的话说太多 不应该做的事做太多 那这样子都叫做行事类 另外这个道大败就是 这个道当然就经这个正道 就是我们的饮食 奇迹 甚至没有遵循 应该有的天地地行的道 所以这两个都很不好 一个是真凶 那后面为什么会比较好呢 当然包括期生期 就开始调整你的生活 然后这个 其实 五四丹丹 其力度 这个都跟吃有关 其实他这个基本上 传统的周围 是跟吃 还有你的生活比较有关 它来谈你这个养生 我们一个人来看 这个养生 百养益 百养益 这个目的就是这样 百养益 他会告诉你 养生最好的是 生活 最好的养生 我们就从第一个来 跟大家探讨一下 来 人则是什么 六二 孝顺是养生 人归 光罗朵鱼 修 凡阳 地 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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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无交 至是人缘 悲迁 而理处行之 无交称 舍弃 舍弃自己的灵灰 养生之道 不用 却让自己 看口腹之欲 大快躲离 凶 养生 守重养心 而非大吃大喝 敬补 重灵养生 第一个咬 就是一个养生的基本原则 昨天有跟大家提到 综艺 它的第一个咬 基本上就是讲一个基本的基准的东西 那白洋艺的第一个咬 它就像杯子的盖子 那在最上面 杯子的上面 它打得开 就是12年 但是传统的咬的 它第一个咬就是最相应 但是它叫盖方式的基础 所以这两个 相互配合的话 那就是你的基础要先用 你才打得开你的最重要的 那个 那个 就好像 这是一个 一个 你有一个盖子打开 你会 喝得到你会的水 那样的叶异石 所以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综艺里头 它的第一个咬 讲说 舌耳灵归 舌就是舌气 灵归是什么 以前古人认为 乌龟很常秀 夜常秀 乌龟夜瓶 为什么? 因为它被拿来占捕 龟甲拿来占捕 所以叫做灵归 代表乌龟很不会养生 它静静的在石头上 生态量 动了不动了一身 所以人就是会觉得说 静养自己 不要耐好善精神 讲太多话 做太多事 这些都跟养生相对 所以 舌耳灵归 就是舍弃这种养生 直到 结果相反 就是观我躲鱼 自己 我就自己 看到自己 贪图可义 躲鱼就是大快躲鱼 就是常常大吃大哥 攀足口腹之鱼 吃太多 就是暴能暴虚 休 大快躲鱼 休 所以这边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人 他常常就像前面黄帝内经讲的 忘坐牢 忘坐牢 就是常常做一些自己太操劳 但是不应该做的事 没有静养 第二就是乱吃 吃太多不太多口腹之鱼 大吃大喝大清 好 胸 嘴第一个哑 那这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说养生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你不要大吃大喝 吃太多 这个是文明病 就这样来的 另外 你也不要太 让自己太劳累 要懂得不适可而止 稍微静养休息 该休息就要休息 那我们的排行力就 就告诉你 其实 人行 爱而无交 这是代表我们的心情 一定要多付出爱心 让自己 心很宽态 另外不要有太多的骄傲 教证 这些对身体都不好 那 所以自私人人 悲情 千功如理 是让自己能够 从生活当中 因为牵挂是六条坚持 让自己不要生活当中太多的 分明的冲突 对立 这些都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 我们给人感觉 它叫成 顿无异强分 这些 都是避免 从我们要讲究核 核 核也是养生一个很重要的 好 来 看看我们 把这个读一下 所以我们说 白羊医生 比较所从在心灵的健康 好 那 传统的周围一开始讲 叫我们不要大快的问题 但是跟吃有关 那白羊医生讲说 有很多心灵的毒素 这些东西不要 不要在你的心里面 那些包括什么 家务车 骄傲斩恨 这些都是心灵的毒素 因为这个会让我们的身体不健大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化掉 要常常对你千功有禁 这样就可以对峙我们的骄傲 然后常常发挥我们的爱心 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诚恨 那这样子的话 心灵的健康 那这个是第一个要做到的 人贤态而移交 好 再过来第二 那你这个标题要读一下 孝顺是养生的一解良药 六二 天怡足精 于秋怡 真凶 白矣 礼矣行之 孝其亲者 于所自道 知得行礼无尽 天道的养生 只求养生而不重视养心 这是违背常理的事 浮经 以为吃补品 就能达到养生之道 反而会以度部走向休闲 好的养生 是在日常生活中有道 这一条讲到 边影 就是天道的养生 浮经 以秋 这里讲的就是说 吃很多东西 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养生 包括吃毒品 或者是 以前老一辈的观念 吃素养养养 要多吃肉 吃一大堆这样的 以为这样子就是养生 这里 一秋 你就吃一大堆 吃了很多很多这样的 那 再好的东西 吃多了都是违背养生 尤其 你说吃补品 这个补品吃很多 就一定可以养生 好的问题 所以它会一步一步走向休闲 好 第二个要讲的就是 一种错误的观念所造成 以为我多吃一些什么东西 就会养生 其实应该从生活开始调整 这种表扬力 告诉我们 先把做人的造型做好 尤其孝顺父母 生活之道 请坐好 好来 孝顺父母很能养生 以养生心之道 最好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进行 孝顺是最好的养心方法 孝顺父母 自然合一道 能去除一个人的 骄傲与诚恨心 让人年情合一一意 在居得行与上受到不尽 一个孝顺 它代表是前家人的健康 不只是父母亲 心情很愉快 他都会很长寿 孝顺母亲长寿 孩子也长寿 为什么 因为孝顺心健康 他也可以过头来照顾家 年纪虽然很大 但是他还是可以煮一些菜 给孩子吃 孩子就可以不用在外面 每天吃外面的东西 不健康的那些 所以一个家如果合得家人健康 尤其父母亲健康 那这个家人一定很健康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孝顺是一品良药 养生的良药 然后再来第三药 来 生活健康 身体就健康 六三 福仪真修 十年护佑 无忧力 白杨益 性以居处 值得以行道弊阳 博学均理人而终 违背天地运行之道的养生 就算坚持君子的正道 也会有凶险 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十年内都不得好转 而且无法有长远的利益好处 生活的作型 要配合春夏秋冬运行的道理 来养生 第三个也要讲的 这个福仪就是 违背一种 天地运行的道理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 人在这个天地间 我们的气血的运行 是跟着天地的运行 那是相合的 那我们呢 日夜颠倒 常常熬夜 那个就叫做福 常常熬夜的人 日夜颠倒的人 那是一定不好 叫做真修 身体一定会不好 十年勿佣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长年累夜这样子 虽然身体不会马上变坏 但是呢 那个影响是很大的 就是说你会累积下来 到最后身体爆发出来 问题的时候 不是十年内就会好转 那可能要长久的调养 才有可能恢复 因为日夜颠倒所造成的 那种对身体的不健康 要恢复啊 不是吃个药就可以 像感冒啊 吃个药一起就好 但是这种 这种因为日夜颠倒啊 生活不正常 造成的身体的一种问题 那个要好啊 就要很长的时间调养 才能再调回 所以 这边讲的其实就是一个 生活健康的问题 生活正常的问题 就是 所以我们这边 百洋医生说性基础 这个性就是要相信 天地应行的道理 用这个天地应行的道理 来基础 来做生活的医学 那这个应行的道理有所谓的 十二十层养生法 这个是古代很有名的寿星 他们的养生经验 来帮我分享 性以居处 十二十层养生法 是养生学家根据古代百岁寿星彭祖的养生经验 将良好的生活方式 与规律作息结合而成 明代十世道人称为二六功课 人今代养生学家称之为十二十五病法 所以十二十层养生法 是养生年寿的重要方法 十二十层养生法就是这 当然用这个图来代表 这个代表我们一天的应行 天地的应行 就是地球是转一圈 从晚天早上开始到晚上 这十二十层 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 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到美国要调时差 其实为什么要调时差 就是这个身体本身 它有一个天地的应行的规定 那去到美国 它刚好跟我们差十二小时 所以它的应行 气血的应行也要更加挺 但不可能马上调 所以它需要一两天两三天 然后调回来 那这个整个天地的应行 跟人的气血的应行 它就跟你的五脏六腑都有关系 譬如我们常讲的 十一点到一点 一点到三点 就刚好是甘板 气血来到这里 所以这个甘平常白天 它大概像一个前头大 然后到了这个时间 我们的气血来到这里 它就会冲血 会大个两三倍 为什么? 因为它要开始应做 那需要有很多气血来到这里 才能够好应做 帮我们解决一天的 包括疲励 还有修复 还有造型 养生 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进行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没有休息 这个时候还在工作 那对肝的伤害就很大 所以伤肝爆肝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常常熬夜 因为你在这个时辰 你没有休息 最好是肯定 然后为什么早餐一定要吃 七到九点 这个因为气血来到这里 那为什么养生有时候 大概四点到五点的时候 喝这个五把西西的水 他主要不要说 对盛璞观≈ 这个清洗会最大一 LIKE 不过去 因为气血巴好来到哪里 那其实这里 他就是根据天地印形的法则来告诉我们 那整个养生就是这样子 十二十层就跪着身体的十二衣형 arti我们根据这个来进行 那在哪個階段最好做什麼事 那配合這樣子的養生就可以百併不捨 這個是古人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 十二十層養生的一種做法 那其實這個跟我們今天來講 就是生活要正常 該吃飯吃飯 該睡覺睡覺 那不要熬夜 其實簡單講就是這些 好 再過來第四遙 如何能健康的節制禮食 六四 奠儀疾 普世丹丹 其欲足足 無舊 白亦 勤遠自二 尊道重養者為勝 見得思義何太盈 專注自己的清靜養心 有如腦骨之專注與業務 亦有追逐食欲滿足的欲望產生 立即光照除去 所以顯得節制而精靜 即不會有醉疚 管理好自己的其心動念 不要有貪圖口腹之欲 這個謠還是跟吃有關 但是這個謠它是對峙 貪圖苦力之欲念 就是不要放縱自己 然後暴隆暴食 要像老虎 虎視眈眈看著獵物 一有這樣的念頭 想要大吃大喝的念頭 立刻把它抓起來 不要讓它影響到我的 這個應該有的節制跟情境 不要有太多這種想要暴隆暴食的念頭 所以它還是跟吃有關 就是健康的一種節制飲食 那這個部分對想要減肥的人 好像常常會這樣子 不過很辛苦減肥 看到這麼好吃的東西 就想說這一餐就不要再減食 下一餐再做 就是一有這樣的念頭起來就要很小心 好我們看看我們白羊液 白羊液其實它講的 還是從生活當中來做 不是只有看到好吃不能吃這樣而已 來 行遠自耳 要行去遠方 也要自近處開始 移養身心不可妄動 因一步一步來 由近極遠 專注於尊道而心 見得思意 一如五世丹丹般的養生心 其實它講的重點還是從生活當中 就是我們生活上要如何養生之道 那我們五世丹丹 就是要我們要會看哪些東西可以吃 然後應該怎麼吃 值得健康 好來第五條 發揮仁愛 符合仁者受的養生 六五 不經 居真極 不可涉大川 白羊液 登高於悲 親人愛重 高瞻遠行以正義 聖賢成 養身若違背天地運行之道 就要從居家生活上的首到居近來改變 擇極 不可以行險 學習慎賢的養生之法 親人愛重 然後這裡它是基增企 代表說它把它改回來一種正常的生活 不要有日夜天道甚至熬夜這些 所以這裡的福經是把它改回來 讓它能夠遵循一種天地運行的道來養生 然後我們白羊液 在這個地方特別針對 申請來講 最好的養生就是 親人愛重 親人愛重 就是整個白羊液 它要講身心靈 心靈的健康 那一定要多發揮愛心 親近人得之 好 來 登高於悲 逃避登高必自卑 一下開始 從自身的人愛去發揮 符合人者受的道理 養賢是高瞻遠行的事 還要以行正義來凝聚賢財 以達到養生欲賢的目的 愛心的發揮 人者受就是控制獎 愛心的發揮最好就是養生義懸 義懸 就是我們為下一代來培養人才 教育 賢者之類 把人交好 讓他變成一個時代有用 到產的動員等等 做這種義懸的工作 那要很大的愛心 做這種工作的人 也是愛心的發揮 對養生也會有幫助 好 這裡就有一個發揮愛心 為什麼對健康會有幫助 這個是大衛波心師他們用量表來測量人的起心動面 跟這個能量指數的關係 愛心是來到500 正常只有200 第100以下都是危險的 危險的就是容易得天色 因為心靈很不健康 什麼悲痛、冷淡、罪惡感、無妄感、邪惡、悲慘 這些的信念很多 都會影響到讓一個人感到絕望 感到放棄 感到毀滅 這些會讓自己心靈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他的心靈指數的能量很低 很低就很容易生病 尤其那個cancer 就在這個範圍最容易發生 那我們花揮愛心來到五百 你看 所以範圍賴作為驚人 白羊一講的這個事實和這個 這個是比較現代的科學的一種策略 30多年前 季光老師教我們的養生 他好像就已經跟這個兩表相符合 來告訴我們 我們來最後一個搖 嗯 最有智慧的養生方式 上酒、柔宜、畢疾、畢疾、畢涉大川、白羊地、犯愛眾以親人、國愛犯眾等異形、智性以異理和人同 養生健康的根本原由 除了養心養生之外 還要配合進步的鍛煉 這些鍛煉 社會覺得艱難而辛苦 但最終危急 而且有能力接受重任 可以面對危險 以最大的正能量來行得 是最佳的養生方法 那上酒因為是最後一個搖 又來到最上 所以它代表的是 最有智慧、最好的養生 那是什麼呢 傳統的周易告訴你 要深清健康 比如說 除了吃 你還要有鍛煉、有活動 就是運動等等這些 那我們本來就補充了一個心靈的、靈的部分 一個部分的養生就是要犯愛重而親 國愛 多修這個德 多修德 甚至人意識這無常德 人意識性無常德 都要去實踐 這個對我們的養生 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來 最佳的養生、養賢之道 犯愛重、親人 以人德來養生、養賢 犯愛重而親人 人者壽 是最有效的養生方法 再配合義理智性的 補償德 就是最佳的養生、養賢之道 最佳的養生、養賢之道 犯愛重而親人 其實這一句是在三支經理中 就有這一句 那我們以前並不知道說 這一句也還可以用來養生 這次是符合養生的最高能者 也是最有智慧的 因為犯愛重就是愛心的發揮 親人就是養生跟交朋友也有關係 年輕人交到一些不好的朋友 有可能流落成街頭的古過仔 對人家隨便統一刀的能力 那個就是錯誤的養生裡面 告訴我們交朋友、交到不好的朋友 也是一種錯誤的養生 所以養生最重要的是要懂得 除了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還要養賢 養賢、付出愛心 用在養賢方面 辦交易跟這些 其實也是可以來達到養生的目的 跟最後的一種養生 好 最後我們總結 總結一掛 一掛將養生之道 君子必要注重養生 朱九堯寧歸之養生 將手衣清淨 節至飲食 用貪圖口欲 講究食養 六二堯 顛移 是顛倒養生成損生 主要是因為只重視飲食養生 不重視清淨養心 觀念上犯了養生重於養心的錯誤 六三堯 福經 講養生需配合天道運行的道理 不可日夜顛倒 居如定食或是花天酒地 太多不健康的飲食習慣 六四堯的天移 與六二堯向外虛索飲食與養生不同 講的是反轉向內的養心之道 精神的手衣清淨 節至飲食 靈規以自養 六五堯足經 講一位領導者如何養生的料理 除精靜節至營養心 跟效法天地生養亂物的道理 信任賢能營養鮮 養鳴 涉酒窈游移 買到移掛的最上層 講養生的根要原油 還是要有強健體過的鍛煉 雖辛苦但足以承擔大任 將來有喜慶 白羊一掛 白羊一掛講養生養賢之道 特別提出 伴愛眾而親人的養生觀 以仁德之心來對仁對事 就是最好的養心之道 仁德之仁 不忍殺生 善於故生 以慈悲心來對眾 自然合於天地生生之德 對身心的涵養是最好的狀態 好 那我們這個儀掛 所以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了解 這個儀掛傳統的週易 著重在飲食方面 我們應該怎樣吃出健康 另外 當然他最後也有告訴我們 要斷念身體 斷念筋骨 那白羊一 要著重在心靈的健康 特別從愛心的發揮來啟發我們 另外也要多付出養賢 養賢就是培育人才 那也是會跟我們養生有關 另外生活上的養生 把孝道做好 那也是最大的養生 以上都是培育人給我們的體驗 犯愛中而親人 是最有智慧的一種養生 好我們後學的部分就先放放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要請香港的香角師 針對這個掛 香角師也是很年輕就開始研究疫經 他的疫經也是非常的通透了解 他現在在香港也常去馬來西亞 前陣子在台灣 他也是東奔西保 世界各地各國很多眾生都需要他 他也是這個常常有求而避孕 好我們第二節課時間快到了 對我們現在就請香角師針對這個掛 來跟我們做一個提點好不好 來香角師 等一下請你先針對剛剛儀卦 先談一下你對儀卦的一個看法 然後分享一下儀卦 儀卦 大概10分鐘左右吧 然後再來就進入你的昆卦 就開始 儀卦 請大家要回來就座 因為現在是他們剛休息了一下 好好好 好你剛才有提到那個儀卦 儀卦 好那 不需要稍微 略微講一下 那因為經理剛才已經有提很多儀卦的事情 那應該也是來自於我們一個 遺養的部分 但是聖人這個去創造這個 那個卦象 那當然最重要其中一個部分就是他的 我們把它稱為圖騰 那這個儀卦的圖騰呢 他就很特別 上面是山 下面是雷 那這個結合起來了 就那個圖案就好像我們張開嘴巴 張開嘴巴 然後就好像吃東西一樣 那但是我們都知道每個卦象可以套用在所有的範圍 比如說套用在我們人的範圍 那所以他就像一個嘴巴 如果套用在那個大自然的範圍 那上面是山 下面是雷 那我們就可以想像這個空間 有一個山有打雷的時候 就好像準備要下雨 新的開始 又透過雨水 山水 然後那個大地又震動 這樣子的情況就好像 又準備要來新一章的開始 那剛才有提到這個自求口食 那首先如果套用在我們人的身上 那當然這個是離不開我們的嘴巴它的功用 我們的嘴巴它的功用 首先如果對於動物 這一些動物來講 他們就只有吃而已 那只有吃 好像除了吃以外 就沒有其他的 但是人就多了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處理一些很複雜的語言去溝通 那動物就沒有辦法有這個功能 所以動物的嘴巴跟我們的嘴巴 就完全不一樣了 那聖人把這個卦象套用起來 就多了一句自求口食 自求口食 那我們這個口食是我們要謹慎的 那可能謹慎通常就只有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吃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語言是否能夠插蛋 講出來的話是否合理 是否有這個道理存在 那吃的部分當然就應該吃我們吃的 那如果從按照如果你很養生的 永遠都吃那個是食節的 是當季的 現在有種什麼菜就吃什麼菜 那當然就是那些嘛 那所以還有一個儀的那個掛詞 其中有一個真集 光儀 那這個真集呢 這個真集呢 它的真是完全取決在我們如何去口食 因為這個真就好像要顧手 那如果我們口食的話 我們才能夠顧手 那所以而且我們的嘴巴都必須要有它的功用 所以我們就如何運用它的功用 就在於我們如何去依養我們這個部分 那當然這個後學只是稍微補充一下而已 沒有辦法講太多 那準備 我就要進入 啊 你還是要後學講解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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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掛這個部分